除了對內暗殺 對外大外宣之外 金正恩的導彈行為 不僅讓全世界緊張 鄰近的南韓跟日本 更是深受其害 三部五時發警報 因為北韓又試射導彈了 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提高調薪程度 然而金氏家族 不是只有虛張聲勢 他們更直接對南韓 造成實質上的危險 時間回到1987年 當時南韓正緊羅密鼓 籌辦隔年的漢神奧運 突然一架 858號班機爆炸了 造成機上115人罹難 沒想到這不是一場意外 而是一場恐怖攻擊 國際陣警在巴林攔捕了一對 提前下機的日本籍婦女黨 他們眼見假冒的身分被識破 趕緊吞毒輕生 而其中這位 北韓女特工金賢基 被救回姓密 押回南韓受審 她發現韓國人民的生活 根本不是她從小被教導的 滿街都是乞丐 人民過得很困苦 加上出事之後 她被祖國北韓給拋棄了 所以她決定突北說出實情 更警報北韓為了訓練特工 外語還會到日本抓人的秘密 北韓透過影片大外宣展現軍事武力 但周遭林國可是算不出來 北韓以 어제 서해상으로 방사포를 쏘며 추가 도발을 감행했습니다 北韓以 어제 서해안 지역에서 해상으로 2병300mm未來的 有導機能沒有 방사포 5발 정도를 쏜 것으로 알려졌습니다 發射時期間 어제午前8時7分에서 11時3分 사이 北韓軍は午前10時쯤부터 오후6時以後까지 강원도 고성에서 東해상으로 방사포 100여발을 쏘습니다 탄착지점은 북방한계선 이북 동해해상 완충구역으로 파악됐는데 정확한 발사 시간과 발사 지점 등은 아직 발표되지 않았습니다 군 당국은 현재 미사일 기존과 비행거리 등 우체적 재원을 분석하고 있습니다 진정은 시 한 달에 습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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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전 가사 Yao 수술 안일 남한 일본 국가기 警报 대하 2024년 5月 27일 중국NON 고성용 비행해 일본 간절할 소음 장기 смерти 방사포 1발 곱 brush 北韓深夜 朝廣海 시 시 시 잠시를 비행하고 過飛行才趕短兩分鐘 就發生事故 三部石舊導彈 找亂了東北亞區域 穩定和平 北韓金氏王朝 甚至派出女間諜 炸毀南韓的客機 釀成機上115名遇難 大韓航空858號空難 發生在1987年 11月29號 當時班機從伊拉克 首都巴格達起飛 它的目的地是漢城 也就是今天的首爾 飛行途中經過 阿聯酋的首都阿布達比 這次是泰國曼谷 飛機D站抵達阿布達比後 有15個人下機 其餘的人包括104名乘客 還有11位機組員 持續前往終點站 機長才和航空站通過話 當時並沒有異狀 但下午兩點多 飛機飛過安達曼海上空時 消失在伊拉一路上 台國政府起初以為是 班機故障失聯 但隨著時間越來越久 都沒有任何的音訊 一度懷疑班機是遭到 北韓特攻劫機 國際刑警也展開調查 先從旅客名單中下手 很快地鎖定一隊 從阿布達比下機的 日本級乘客 這兩人是69歲的 豐古真一 以及他的女兒 27歲的豐古真有美 阿聯警方發現 他們購買的機票路線 根本是照路而行 不像是觀光行程 兩人發現被警方鎖定後 急忙趕往機場 要搭機逃亡 但巴林警方搶先一波動作 在機場攔人 兩人被扣留後 巴林警方同步向日本官方 查核這對婦女的護照資料 這一查卻赫然發現 護照上的兩人 根本沒出國 仍在日本 眼前的這對婦女 是假冒身份 眼看東窗事發 兩人假借刷抽煙時服毒 豐古真一咬下煙嘴後 瞬間倒下身亡 一旁警方眼看不對 立刻從豐古真有美的嘴巴 挖出香煙 將她送醫急救 因為他們服下的毒物 是特工常用的 氫化物 豐古真有美救回性命 因為警方詢問她總是避重就輕 說自己是一名中國孤兒 被日本人收養才會改名 回憶過往 還聲淚俱瞎 原來她根本不是什麼中國孤兒 而是北韓的美女間諜 金賢姬 我聽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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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的說話 聽過了 我聽過了 我們看過了 我看過了 去看過了 我剛剛從北韓的 疼愛的 我聽過了 五月的教育 完全是否就 我看到了 我聽過了 我感到 然後 我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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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机承认所有罪行 原来是金正日为了阻扰1988年 南韩举办的汉城奥运 把夏令要炸毁飞机 两名北韩特工扮成游客 把炸弹装在随身收音机里 带上飞机酿成惨剧 为了执行金氏任务 北韩还有特工工厂 接受精英间谍训练 包括军事 爆破 射击等等 也必须要学习日文 以便在海外从事任务 被祖国北韩抛弃 女特工精险机1990年 因为飞机放置炸弹案 被南韩法院判处死刑 但获得了南韩总统吴泰瑜特赦 他决定脱北并输出特工内幕 朝鲜为了培训特工外语 更直接到日本掳人 造成不少家庭破碎 1977年 如月才13岁的女童 曾田慧 上完体育课要回家 接着到北韩特工 在半路上掳人 把她丢进船舱 再往北韩 娘を奪還するまでは 主人と二人で ただ来 この口ごとに 取り戻すまでは 頑張ってまいります あそこでは大きいと言いました 玉の奥に 姫の火ですよね 恵久美さん こちらは同僚の金木家と言います 超ペケスミだ 大きらごはみだ 但被韩始忠不承認 有綁走日本人 直到2002年 時政日本首相 小泉純一郎 平長的破冰之旅 允諾粮食援助 才換来金正日 承認并且道歉 同時送回5名日本人制 失踪者 恆田慧的爸媽 原本抱著最後一絲希望 但活人 没等到 只拿到北韩開出的 死亡證明 これは北朝鮮が出してきた 这些呢 是来自朝鮮的文件 说恆田慧死于1993年 但是回来的5个人都说呢 他们到1994年 还和他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这一定是假造的 甚至北韩送回失踪者的骨灰 与家人比对DNA都是不符 朝鮮官方公布8人死亡 真实状况沉迷 有意说恆田慧 可能教导金氏家族日语 因此不可能让他再与外界接触 根据日本官方统计 1977年到1988年间 有800多人失踪 不排除与北韩绑架事件有关 官方证实名单却只有17人 有家属为了寻找人间蒸发的家人 照了整整47年 有人暴汗而终 朝鲜政府将脱北 视作叛国罪 朝鲜奔方军常常对试图 过河逃往追案的人 开枪射击 根据1998年 美国国会众议院 国际关系委员会报告 从1995年到1998年 朝鲜大约有90万到240万人 死于食物短缺 因此不少北韩民众 拼死也要脱北 绝望中求生 2002年5月 朝鲜一个屋口之家 试图闯入日本驻中国的 沈阳大使馆寻求庇固 遭到公安拦阻拉扯 两岁的朝鲜女娃 站在一旁无助地哭泣 这一幕让人心疼不舍 2017年11月13号 下午3点11分 一名北韩士兵吴青城 开着军用汉马车 直冲南韩领地 要脱北投城 四名北韩武装军人 发现之后 朝军车方向狂奔 投城士兵的车辆转弯后 卡在壕沟动弹不得 他只能跳车逃命 两秒后现场传出 延续枪响 面对投城士兵 北韩军人狂轰40多枪 还有人跨到南韩领地 发现越界后 才又赶紧跳回北韩 而武装士兵 身中七枪倒地 透过热情向移镜头 两名南韩士兵 扶扶前进方式 把人拉回基地 才顺利将他送一抢救 从鬼门关前 抢回一命 投城士兵 醒来的第一句话 就是询问 这里是南韩吗 光是士兵投城 2018年 北韩驻意大利的 代理大使曹成吉 任其到其前 反离开大使馆 下落不明 闯进朝鲜 驻西班牙大使馆 摔碎 北韩领导人的照片 自由朝鲜组织 坦承就是他们做的 这个组织的前身是 千里马民房 反金氏政权 2019年3月 更宣布建立 朝鲜流亡政府 不但协助营救脱北者 要在北韩世界各地的 驻外使馆 鼓吹大使们脱北 由外人内的逼宫 希望有一天 北韩能成为 真正自由的朝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